《電踏少女》 哈囉,大家好,我們早安,我是電踏少女恩,大家都睡飽了嗎? 沒錯,我們剛剛結束了,就是蘋果2019年秋季發表會的直播 那這支影片呢,就是會把發表會的重點一次整理給大家 這支發表會呢,他們一共發表了三項硬體 第一個呢,就是新的iPad,以及有Apple Watch Series 5 還有就是全新三款新的iPhone 11系列手機 還有兩個串流服務 Apple Arcade 以及 Apple TV Plus 那馬上來看一下他們各自有哪些重點吧 先來講講預料之外的 iPad 好了 因為本來想說蘋果可能會在 10 月或 11 月的時候才會發表新的平板 但是他們在今天的發表會上帶來了全新 10.2 吋的新 iPad 啦 那它搭載的是 A10 的處理器 以及已經採用了全新 iPadOS 的作業系統 所以它在整個使用上可以更接近小型的電腦 因為它還可以外接就是全尺寸的鍵盤 以及也可以搭配 Apple Pencil 來做使用喔 那也因為是搭載了全新 iPadOS 的作業系統的關係 所以它在整個就是多工處理上面可以更快速更流暢 以及它也可以就是外接滑鼠來做搭配使用 甚至你也可以外接隨身碟來做更多元的檔案讀取喔 同時也是因為有 A10 處理器的加值 它的效能也更加的提升 所以可以做一些比較複雜的 像是可能 AR 的擴增時機的應用啊 或者是你想要外接 PS4 啊 S Plus 的搖桿來做遊戲的遊玩都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續航力的話官方表示有 10 個小時 那它目前在台灣官網的售價呢 是有兩種版本有 32GB 跟 128GB 那售價分別是 10900 跟 13900 不過呢發表會上只有講就是美國的地區 它是在今天就可以正式預購 以及會在 9 月 30 號開賣 但台灣這部分可能就要在等待進一步的消息囉 接下來呢就要進入重頭戲 iPhone 的部分啦 這次果不其然呢就推出了三款新的 iPhone iPhone 11、iPhone 11 Pro 跟 iPhone 11 Pro Max 那 iPhone 11 呢它就是 iPhone XR 的後繼機種啦 我們就先從它來看起吧 首先外觀的部分 iPhone 11 一樣維持多彩的機身 有黑白、紅、黃、綠、紫 六種顏色 那有人個人覺得綠色非常可愛 那 Emma 則是私心喜歡薰衣草紫色哦 那轉過來正面的部分呢 它一樣是配備 6.1 吋的 LCD 螢幕 然後很多人都在問說 這次 iPhone 11 的邊框有沒有變得比較窄一點呢 好像沒有耶 接下來鏡頭的部分呢 這次 iPhone 11 升級成雙鏡頭啦 那兩顆都是 1200 萬畫素 是採用標準鏡頭跟超廣角鏡頭的組合 那拍攝模式呢 終於加入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夜間拍攝啦 掌聲鼓勵 對那除了夜間拍攝之外呢 他們其實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Quick Tag 的功能 它是可以讓你在拍照的時候 如果你一時之間想要變成錄影模式的話 你不用再額外做切換 你只要按住快門鍵然後往右滑 就可以無縫接軌成錄影模式囉 至於在拍攝影像的部分呢 除了原有的人像景深 現在可以支援到拍攝毛小孩啊 或是物品之外 現在呢也加入了高色調燈光黑白效果 它可以把你的人像照 一秒變成去背的攝影澎光的黑白照 而且呢 你還可以任意調整主體上面的光線強度哦 而前鏡頭的部分呢 也提升到了1200萬畫素 那這次它會在前後鏡頭的部分呢 最高都可以錄製到4K 60fps的錄影模式哦 然後這次還蠻特別的是 他們真的在前鏡頭裡面加入了 慢動作錄影 看我們想要我們怎麼樣實測這個情境呢 工業電波扇 這很髒耶 然後這次呢 iPhone 11 系列的三款新機呢 都是採用蘋果最新 A13 的處理器 也是目前蘋果有史以來最強的處理器 那在續航力的部分呢 雖然他們沒有明講 就是iPhone 11 的電池容量是多少 但是呢 他們有說跟前一代 XR 相比 是多了一個小時的續航哦 好那iPhone 11呢 它的版本跟售價 就在這邊給他們參考一下囉 另外兩支呢 就是iPhone 11 Pro 跟iPhone 11 Pro Max 那他們兩個呢 就是iPhone XS 的後繼機種 所以呢 螢幕大小都是維持5.8吋跟6.5吋 那他們這次呢 採用的是 Retina XDR 的顯示螢幕 它在整個對比度啊 還有色彩的精準度上面都更加提升 而且最高的亮度可以達到 1200 尼特哦 轉過來背面呢 果真有三組鏡頭啦 不知道這段時間大家適應的如何了呢 那這次呢 iPhone 11 Pro 系列的三組鏡頭 全部都是 1200 萬畫素 但是採用標準啊 加長角還有超廣角鏡頭的組合 那官方是有表示說呢 不管是在拍照或是拍影片的時候 都可以非常流暢的 即時在這三顆鏡頭當中做切換使用哦 然後呢就是他們在錄影的部分還加入了 Audio Zoom 的功能 就是當你在錄影的時候把畫面Zoom In的話 它就可以就是加大你收音的音量 那Zoom Out的話呢 聲音相對來說就會變小 可以達到一個就是有遠距感的感覺哦 除此之外呢 剛剛在 iPhone 11 上面講到的 夜間拍攝啊 人像拍攝 高色調 燈光 黑白效果 以及前後鏡頭都可以錄製 4K 還有 Quick Take 的功能 以及前鏡頭可以錄製慢動作錄影 在 iPhone 11 Pro 系列上也都是有的哦 那他們在處理器呢一樣是採用 A13 的晶片 那在續航力的部分呢 iPhone 11 Pro 比前一代 iPhone XS 可以多 4 小時的續航力 iPhone 11 Pro Max 跟 iPhone XS Max 相比 則是多了 5 小時的續航力哦 顏色的部分呢 除了一貫的黑色 金色 白色之外 真的有夜幕綠色 超級美的 已經準備好 要入手了 耶 把錢換成喜歡的東西 對 它是換成另外一種形式陪在我身邊 而且呢他們隨和都是附贈 18 瓦的充電器 那這次呢 iPhone 11 系列的三款新機 全部沒有 3D Touch 而是採用 Haptic Touch 並且呢也沒有傳輸中有人會支援 Apple Pencil 哦 那他們三支新機呢都是在 9 月 13 號的晚上 8 點開放預購 並且呢會在 9 月 22 號正式開賣哦 而 Apple Watch Series 5 呢 它在外型上面其實跟前一代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次呢有 4 種不同的材質 除了原有的鋁金屬跟不鏽鋼之外 還加入了陶瓷跟鈦金屬 那他們這次呢也搭載了全新的 Watch OS 6 的作業系統 你在手錶上面呢就會有一個獨立的 App Store 可以讓你下載應用程式來做使用 同時呢這次表面也加入了 Always on Display 的功能 所以你就是可以時時刻刻看到表面上面的時間啊等等相關的資訊 那這次針對健康偵測呢也加入了 3 種不同的功能 分別是就是可以幫你判斷環境的噪音是否會太大 以及追蹤女性的驚奇紀錄還有心率偵測的部分 那這次呢還加入了指南針還有地圖高度的功能 可以讓你在走路的時候更加有方向感哦 那關於 Apple Watch Series 5 的 2 種版本售價也列在這邊給大家參考啦 只不過目前台灣的官網上面呢只有鋁金屬的售價 後續其他的材質會不會再有相關的消息可能就要近代通知啦 那 Apple Watch Series 5 呢它同樣會在 9 月 12 號就是開放預購 同樣會在 9 月 20 號的時候開賣哦 最後就是關於串流服務的部分啦 就是蘋果在發表會上面呢也公布了蘋果的遊戲串流服務 Apple Arcade 它會在 9 月 20 號的時候推出 那之後呢他們在 App Store 上面會有一個獨立的 Arcade 的按鈕 那它每個月呢都會更新新的遊戲上去 那它的收費方式呢是每個月 4.99 美元換算台幣是 170 元 而 Apple TV Plus 的話呢它則是會在 11 月 1 號的時候正式上線 它的收費呢一樣是 4.99 美元非常的佛心 就是每個月 170 塊你就可以看到就是 Apple 的原創影音內容 那同時呢今天蘋果也在發表會上面提到 如果呢你購買就是今天發表會所有的新裝置的話 就可以享有一年免費的 Apple TV Plus 哦 好的以上呢就是關於蘋果 2019 年秋季發表會的重點整理影片啦 那今天在看完發表會之後呢 小小可惜的就是沒有 One more thing 也沒有大家原本預期的藍牙追蹤器啊或是傳出 AirPower 有可能會重新亮相這些都是沒有的 所以有點小小的空虛 但是呢也歡迎大家就是看完今天的重點整理影片之後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你對哪一項新品最有興趣 有沒有準備好要入手的呢 之後電話少女也會有再進一步的上手開箱評測啦 大家記得要鎖定我們的頻道啦 喜歡這支影片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回家睡覺 我直接開始嗎 現在的部分呢 iPhone 11 它是一樣 6.1 吋的LCD 我再一次好了 很多人都會問說邊框有沒有變得比較窄呢 從剛剛發表會的直播的影片以及後續官網流出來的照片呢 是流出來的 好 然後這次呢全 然後這次呢 iPhone 11 全系列呢都採用蘋果最新的 A13 處理器 也是他們目前最強的處理器 再一次再一次 色調 燈光 黑白 接下來鏡頭的部分呢 這次 iPhone 11 升級成雙鏡頭呢 雙鏡頭呢 好 甚至呢你也可以外接就隨身的頂 而前鏡頭的部分呢也提升到了 1200 萬畫素 然後這次前後鏡頭呢他們都有支援到 4KFPS 4K 60FPS 的錄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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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543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新 iPhone 的部分啦 這次呢果不其然就是推出了三款 三款新 iPhone 好 接下來就要進入重頭戲新 iPhone 的部分啦 這次呢果不... 接下來 掰掰 iPhone XS Max 這是可以多5個小時就要用力了 我有講錯什麼嗎 沒有 都對的嗎 對啊 iPhone 11 Pro Max iPhone 11 Pro 跟 iPhone XS 好 再一次喔 再一次 那這次呢 iPhone 11 系列的三款新機 全部沒有 3D Touch 而是採用 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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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告訴人re喔 你對哪一項新品最有興趣 有沒有準備好要入手的呢 墨綠色 什麼… 夜… 夜目 什麼話說 好啦我 trademarké 我Ending了 入手的呢